我们为呼噪的新闻装上笑弹 为你以贴地的方式 畅谈时事 Chill好聊 大家好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星期五晚的Chill好聊 例行动作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就是用声音驱走负能量的阿水 我身边的拍档友 我是做事不压夫的马公子 大家好我是阿乐 我是苏仔 今天我们的话题精彩了 就由苏仔讲一讲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今次就精彩了 讲一个疑英的笑料 话说有一个疑英港女和男友打算去移民 但是问题就是说 男生说我迟些才去 而这一件事就影响了整件事 这个题目就很搞笑的 就是移民重要还是一段十年感情重要 我还想听 就是一个疑英港女的故事 看了吗 这个 是不是小小咸多多趣的 不知道要看下去了 是 它有几集的 这个我们就轮流讲一讲这个故事 好啊 话说他就跟男朋友申请了BNO 一起去英国 大家都批了 谁知道男朋友就说 哎呦好不舍得自己的工资 可不可以做多一年才辞职 这样 叫了一个女生自己去英国先 去到英国了 那个女生就在那边沉了 在那边沉了 哎呦一个人拖着两个行李出发 哎呦来到又没人没物又没车牌 一个人很孤零零啊 但我听到这里有点奇怪 就是如果我 如果我会选择移民 那我一定是准备好自己有车牌先啊 就是有些转 知道女生 就是至少看去一些 认识别人的地方那里 或者亲民戚友照顾一下 那我又会选择这些地方 就好像去 就是这个女生移民的时候 好像没有想清楚那样 嗯 我想就是 他可能什么都丢给个男友做 就是车牌 就是他考的东西又他执行 怎料一个屈美十说 喂那你先走 我过一年才来 那又搞得自己这样 是的 就在那里怨 如果比赛我都会怨一下 嗯 他又说自己天气冷了 之后呢气管又抄 又病了两个月 天天叫外买 他不断打给男朋友哭 叫他快点 快点过来 嗯 最后当然没有了 其实简简单单 就是说一句就是说 其实他在那里愿空虚寂寞冻 之后呢 他说他很不想长一点拍拖 就是 遗他软 遗他戀外 是不是叫做 对 远他来戀外 是的 即时翻译是差一点的 是的 说平时是靠WhatsApp聊天 整天自己一个 然后他说他试过认识朋友的 也试过上班的 但是呢 他又没有什么节目 嗯 然后叫他玩呢 因为始终觉得很寂寞 很寂寞 但是他认识朋友又很寂寞 因为可能他始终都是想要一个男朋友 哦 就是他不是要朋友 就是不是认识一些异性的朋友 应该这么够 有机会 可能认识异性的朋友会好一点 是的 是 因为之后我没什么 怎样追货 追货 追货 这样我又没什么 怎样看了 咦 我之后呢 我看了你之后发生那件事的进度是怎么样 是 你有扒问的 我有扒问 那之后呢 发生了刚才苏仔提及的事之后 那这个女孩就上个月就忍不住 就飞回来香港 嗯 就想着跟这个男朋友就摊牌了 那个摊牌其实又不是什么分手什么的 就是纯粹是问一下他什么时候过来英国 是 谁知问一下问一下 原来这个男 原来这个女孩就终于发现了 那个男朋友其实不想走 在问的过程就发现 其实呢 那个男孩不想走 对 那个男孩其实真的不想走 因为不想走 他真的很不想走 但是这个女孩 中途有一点点耐心的小剧场 就说其实那个男孩平时对我 就真的很好 那么那个男孩一下班就知道 回家陪我 放假我们就出去看电影 逛街买东西很开心 就是在香港的时候 是的 但是那个女孩最终就想着 其实其实他真的很想把这次的BNO的组织 移民去英国 嗯 其实他们已经计算好了 就是将来如果有本外国护照在手 到时回去英国回香港也好 都是一个选择 但是谁知那个男朋友听了他的番话之后 就直战不说 其实我觉得香港生活是适合我多一点的 嗯 有得夜蒲 又多食物 嗯 去到英国一定不太习惯的 嗯 之后那个女孩就开始就内心的小剧场了 他说其实他真的很不想放弃移民机会 但是又不想自己一个人留在英国 又更加不捨得这一段十年的感情 那么那个男孩就会等他 对啊 就是等他叫分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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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男孩呢 当中怎样等他呢 他就很好笑 他就说 其实他现在呢 我说可以等 就是那个男孩很可以等的 等女朋友五年后入籍呢 就回回香港 哇 他都挺懂计算的 就是你熬了五年了 你回来 我再跟你结婚了 到时你就可以入职了 是不是这样 没错了 可能人家有计划呢 这个叫Pan 那当然了 那赚钱的那个是男的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那你不知道那个女孩很有钱呢 他都听上了我的拍 那很明显就更加上进 不肯花女家的钱 哦 没错了 你儿子 大家现在这个都很想 现在的剧场都很多了 最后那个女孩 说了一件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现在这个女孩已经飞回英国了 嗯 他就提及 就早晚在香港人的聚会里面 就认识了一个男孩 新的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常常约这个女孩出去吃饭 又车他周围去玩 而这个女孩就直言 自己是精神上出了轨了 精神上出了轨 精神上出了轨 没错 究竟是咸还是甜 是的 近来近来近来听着了 是的 刚才说到一个女孩回英国 嗯 他一开始都是自己住B&B 然后后来就自己也买房子了 很大决心地移民过去 你说得对啊 她是有钱的 看得出 说过过两个行李就可以过去 有什么都在那里买 什么都不用准备 车牌也不用考 就准备了 有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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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孩 她自己又不太出街 在英国还没找到工作 没有朋友 经常都在家里很闷 第一次她参加了一个 香港人的集会自由 即是集会的活动 那里面就认识了几个男孩 跟她年纪相约 有时都会跟几个男孩 外出街 其中有个男孩 就说她最近找到工作 想介绍这女孩一起去做 这个男孩就好像挺好的 因为知道那女孩没有开车 就跟她说不如这样吧 我车上你上班 车上你下班 你又不用开车 管接管送 好像听到你流口水 但是她没有说回什么工作 她没有说是工厂 就是说是工厂 说弄暖气喉 暖管在地上 在地上 通渠 通渠 都是疑狡化 是疑狡化 是的 但是她说 因为她说男孩英语不好 都是回一些工作 工厂的工作 不是一些很写字流的工作 是的 她也挺开心的 因为女孩觉得挺开心 因为一开始没有人陪陪她 像男孩陪她一样 经常上班 一起吃饭 撑下桌子 高潮位就来了 一次 他们一起看电影 看晚了 女孩就跟男孩说 不如你来我家里睡吧 废话你又 整年楼 这么主导 是的 废话你第二天又要 看到很晚 废话你回家又要过来接我 上班 谁说我一定会接你 哈哈哈 不要这么说 她说要上班 接我上班 是的 然后他们也很熟 睡了一晚之后 就很熟 不停都在谈 这些女孩 之前也早就跟男孩说 她有男朋友 是的 但是她慢慢发觉 有时会再分享她跟男孩之间的东西 这个男孩就好像不太喜欢 就开始 开始有点不再说了 但是你还没说到重点 她叫她睡了一晚之后呢 是的 之后继续来 之后他们继续吃饭 不是 那一晚呢 那一晚 那一晚她说没有工作过的 你怎么这么担心 我不是刚才改了 睡一晚而已 很正常的 睡一晚的意思是 喂 我们睡一晚 捉飞行期 就是问清楚 睡一晚的意思是什么 可能是捉飞行期 你们的思想太污蔚了 不是我怕她真的睡一晚 可能她是捉飞行期 玩波子期 是的 那之后 听我说了 听我说了 因为她之后继续熟落 不停地吃晚饭 一起吃 之后 你最留心 是睡多了几晚 那那几晚又做什么 都是没工作 现在起碼呢 现在他们说 发展到 已经一个星期 可能睡三四晚了 在哪里睡呢 在家里睡 而她就说 女生也有心里表白 说她们是没工作的 只是她睡梳化 男生睡梳化 男生睡梳化 对了 就是这样了 对了 点到即止 是否这样可以说 还是没点到呢 我想问那个梳化是大厅 还是房间里面的梳化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房间里面有梳化 你可以去那个post留言 对了 我想问 那个地点的梳化 她说是什么 是屋外面的 你好像看其他故事 我想尝试了解这件事的发展是怎样的 那你代入的话呢 那你家里的房间是不是有梳化呢 我当然没有了 对了 我继续 那最搞笑的是 那个女生忽然问了一件事 问个男生 不是 就是个post留言问大家一件事 那她现在呢 就觉得自己算不算是偷情呢 哇 你觉得 算不算偷情 你又说到睡了很多晚上 但是又不是睡在一起 那我又不可以当你偷情的 但是我真是鬼字写信给亲人 真是找鬼信 就是你觉得他一定 就算他这样说睡梳化 但是你觉得一定有东西的 不是 你明明偷吃 就是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纯粹个人意见 就是你又要写到自己 我们很正经的 他睡梳化 我睡房的 那又没有闪门 不知道 然后就说我这样算不算出轨 那就不写了 要让我特地地写 如果你觉得这么清白的话 就不会问 你不是说认识了个男生 我们的感觉 我对他很有感 就是可以了 什么睡多晚 几点睡啊 又说早上 还要玩到他固定 你又说人家不说 你就立刻问他 睡哪儿了 有没有做些什么 不是 我说他本身不应该写 就是连这篇也不应该写 不是 就是叫他留下睡 不用写了 他可能写来就是以示自己清白 真的什么都没做 虽然是固定的 你也明白 他也没有朋友 他就是靠这些精神食粮 可能写一篇出来 靠下面留言回应 来过活他的日子 你明白吗 但是他写来是激他自己在香港的男生 就是激他现在就问自己算不算出轨 是的 没错 他就说 他刚才不是说在集会认识了一些男生 其实我其他男生都觉得他和我一起上班的男生算是在拍拖 但是他也一次澄清了自己 没有跟这个男生拖过手 知道任何亲密的接触 就是他在一个帖子上澄清 是的 但是他有没有跟那些人澄清 他没有 真的没有说过 因为大家中文又不好 英文又很聪明 他也不知怎样说 他的意思就是 就算是一个男生也好 他也没有特别认识 或者是特别否认识 含笑不语 是的 没错 所以他觉得自己算不算出去问问人 是的 究竟是怎样 就好像承接刚才阿乐说 他本来打算圣诞摊牌 但是他忍不住飞回香港 飞回香港之后 有个男生听到 就说我没想着走的 又怎样 但是也不要紧 他也飞回英国的时候 他们就想着 不如圣诞叫个男朋友飞回来 起码在1124、1125路段 都要温暖的 对不对 没错 最大件事 那男生说 我都不想飞回英国 不如我们去日本 转机 我们在日本也拆了 跟那女生说 那女生就很明显大受打击 不是吧 飞来飞去 我已经飞了过来 你现在还叫我来陪你 那男生就跟他说 那男生又说 我真的想着跟你在一起 不是玩弄你的 十年 他说他结婚戒指都买了 是的 而那女生也不是傻的 就问一下那男生身边的朋友 问他有没有煞煞滚的 但是这样问 如果他问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都要遮掩我 没有的 他没有第二个 我很肯定 他说他都信他 他男朋友没有背着他 但是他男朋友 不知为什么 又说不去 就变了迟一点 迟一点 又不知迟到什么时候 他说经常都是因为这样吵架 那他就说 那男朋友就跟他说 你放心 去日本的机票钱 他会出的 我会出的 你不用担心 但是那女生就很担心 就说 你又不肯去英国 他说虽然我也有一些储蓄 但是买楼的钱 是爸爸妈妈妈妈给的 但是他父母也很疼个女生 就说 幸好这家屋 只是写女主角的名字 就没有写个男生 那就害怕 就希望 不如这样吧 你快点租回英国家屋出去 快点回香港吧 他父母也想个女生 那也是 比我也是 那也是 那也是 但是那女生 现在就内心很挣扎和矛盾 因为他香港这个男朋友 在学历和经济上 都不差 那很明显在英国认识的男生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他说 就算他真的追他 他也怕将来跟他一起后悔 他说移民将来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呢 跟这个这么高质的男朋友 十年感情没有了 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想了 我是不是不应该再坚持留在英国 去日本和他过聖诞 之后就回香港呢 那我就不用跟男朋友分手了 整件事呢 他就写到这里 那大家听完有什么感觉呢 阿罗 都是那一句 我觉得 现在这个女士 其实我觉得她是喜欢香港的男朋友很多些 高质一点 是的 高质一点 其实答案都很明显 不要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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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在英国找个高质 又有钱 又喜欢自己的 是的 柴里斯王子那些 类似那些 是吧 我也是觉得那个女生 因为寂寞而已 就是觉得现在有什么男生 在英国黏着那个女生 都觉得 他好像爸爸王子 就好像你现在的状态 我又不是很清醒的 不是 我用你最终的问 你有没有试过出轨 那你有 哈哈哈哈 我没有的 我肯定代表一定没有 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 没有 精神上有 我纯粹个人意见 对不起Merry 那苏仔呢 你觉得听完这件 那么奇怪的爱情事件簿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的 第一个可能就是 他特意写一篇东西来 吓他男朋友 即是 外国那个男生是假的 我又不相信 即是如果你是香港的男朋友 看到那篇东西 我便直接逃了这条女生 是的 即是你问我 你已经是 即是你问我有没有出轨 你已经是精神上出了轨 续体上没有 但是他是没有 说回男朋友 听他那边认识了个男生 有过来睡 那他说 他说这篇东西就是 让他男朋友 认识到 他说男朋友有空上网看吗 哈哈哈哈 就是看他有没有看 我就不成立Ian的点 你觉得是如何 对 他有两个点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贱格的女人 为什么 真的 你好像被人伤害过 不是被人伤害过 而是 戴绿帽 我自己已经精神上出轨 就好 就是我当他真的没有 有任何关系 是 但是他反过来就是去查他 查他男朋友 就是问他男朋友 身边的人 他有没有煞煞滚 他有没有出去追求女生 但是 你已经自己出了轨 即是不可以说你是出轨 但是你已经追求了孩子 还要带人回家睡 即是如果反过来 男生慢慢带一个女生回家睡 即是又没有 睡沙发 睡沙发 就没办法 可以吗 都是不可以的 非常之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很贱 那我觉得这个女生 不是说贱架 没什么老 首先你去英国移民 你都没想清楚 你就是移民 你就是很多 那些人就 很多听 很多人就说人家移民 你跟着说 不如一起去移民 那你都没有想清楚 那些东西 你也都没有问清楚 即是都没有在一个 即是我觉得如果 也都没有在一个男朋友那里 那个层面想过 那开始 那可能他就这样问 那男朋友 可能都是 是你答你 才叫你过去先 如果你想清楚一点的 那如果那个男生 应该一早都不会过去 那你应该就不要过了 对不对 如果你过得去的话 你会遇到 跟这个男生分手 我觉得就 是吧 是啊 其实也是 没错的 想清楚 想清楚一点 是啊 是不是 到我发表了 到我发表了 我觉得有个 我自己想 因为这篇文章 是他第一人生去写的 那他当然写到自己很完美 首先我不知道他多少岁 又不知道他什么样子 但是我听到的就是 有个拍了十年的男朋友 越来越高质 越来越高质 那他就一直都没有结婚 那很明显 我自己作为一个男朋友 觉得怎么脱落 就是越拖得久越难脱落 就是责任问题 终于想到回来就是 你过去英国 嗯 没不过 你过去先 我自己过去 那很明显过去 他就是等这些机会出现 哦 上当年你也有什么招 我没有离开过香港 哈哈 就是这样的 但是过去了 那男孩很明显已经得了一半了 嗯 得了一半 但是他也有钱买楼的 对不对 那个在英国 认识的男孩 就没什么本事了 听上来 而他也看到 哇 我不敢说他是water fish 但是摆明就是有些身家的 嗯 你说什么睡梳化 很明显就是男孩都不想 就是我纯粹是想佔有你的财产 不想佔有你的肉体 或者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样 说不定 就是那个女孩睡了上床 都没有让他再睡 所以才要睡梳化而已 就是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如果大家都做过成年人 是不是呢 就是感情 那么多次又说什么过来睡又行 没什么 我听起来就是 真的不对劳 我听起来就是 是你一厢情愿觉得 你有个很高质的男朋友 他又喜欢你 你又喜欢他 但是在英国的地球的另一端 你都觉得自己有很多狂风浪蝶 追紧你 你幻想 其实两边都是一个骗你钱 一个想脱身而已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人有那么悲哀 也不是啊 我不用他主观角度看而已 我看一些网民留言 也有部分人认同我某些点 有一个就说 新式英国的男孩 摆明就是想咬路远的 嗯 这个是第一个 另外 有个人整篇文章 四个字都说完 我想偷跳 嗯 就是说个女孩 说得对啊 都是啊 可能他说这件事出来 就快点 希望多多人鼓励他 有一个就好像是这样 想看你死 就说不如个女孩首先跟男朋友说 说有个男孩在家过夜 那就很快就知道结果 哈哈 也是 是的 不是啊 亦都不失为一个上策 那你想想想 如果你跟我 这个女孩这样 直接跟个男孩说 那你个男孩没得做 要么就立刻飞过英国 嗯 如果你真的按摩 那女孩 没所谓 又立刻飞过来 直接跟他在一起了 那现在不如分手 那也是一个解决一件事的良策 但是有人留言说 怎样看都是那个女主角 想偷食多个他男朋友多些 那应该是 那应该是 最有一个最普遍的就是 喂这个是咸古来的啊 大哥 哈哈哈哈 这个不是咸古啦 你是不是看咸古啊 你是不是 他们一定没有看过那些东方啊 那些呢 我不知道 我自己看就是 是个女孩自我感觉良好 两边就是两头五道岸 再这样拖下去 没错没错 就算你现在回去 我觉得他和他男朋友 都未必结婚 都是的 心里面始终都是一条纸 戒体的 是的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坦白 那大家 你记住 我们这篇不是我们自己作的 我们在这个网上 是不是在Facebook的 全职烈人群组里面找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讲职业的群组 有个人在透露自己的感情世界 还要一讲讲三篇 是很长篇很长篇 我自己也觉得 无论他们这个故事是怎样 那就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祝福哪一个 有多个好地 三个 祝福那个女主角 就是左右逢源 或者祝福那个男朋友 就是脱身 还是祝福那个英国的男人 就是终于找到一个好住家 三个都是 我最想就是祝福那个在港男朋友 绝合那个香港男朋友 跟那个英国男人一起 对 总之就是那句 绿帽要脱得快 对 各位怡英的朋友 都小心有这些故事 发生在你们身上 很可能下一个主角 将会是你 好了 今天节目差不多了 各位听众 希望大家赞 订阅 分享 或者留言给我们 拜拜